4月15日许孝顺刚刚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哀悼 《风神无双》的合作伙伴山珠 而今天就不得不住进了失去亲人的伤心中 她在Facebook上发布了父亲离世的消息 感慨地说道 再见了 我乃英俊潇洒的父亲徐一龙 许孝顺分享了与父亲的珍贵照片 深情地向父亲道别 请不要忘记 您曾经是雷霆足球队的队长 议会的歌唱之王 当年田进万米赛跑的冠军 游泳池里的健将 和气道的高手 还有那个最温暖的Yoshi 父亲的日本名字Yoshi 感谢您 她感叹道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应该珍惜每一刻 她深信这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许孝顺的父亲徐一龙在家中安祥去世 享年84岁 她曾担任过五届基隆市议员 对儿子徐孝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020年 许孝顺曾宣布参加基隆市长选举 然而在次年却选择退出竞选 说起许孝顺 她可是台湾广受欢迎的演员 搞笑大师 以及综艺节目的金牌主持人 她不仅自己大展身手 更创办了十佳人艺人管理公司 专门从事搞笑综艺表演和节目制作 以其独特的幽默感而闻名于世 在《风神无双》这部作品中 她荣获了金钟奖55次的提名 可惜的是 由于身体状况不佳 她渐渐淡出了娱乐圈 然而 她的主要收入来源 却是我们可能并不熟悉的殡葬行业 每月至少六个月的收入 足够养活一个大家庭 在感情方面 许孝顺曾经在接受香港媒体采访时 谈及比自己年轻整整24岁的妻子 甜蜜地称赞她是忘夫命 真是令人羡慕不已 据悉 这是许孝顺的第二段婚姻 她与前妻李优君在2006年离婚 育有一女 如今女儿随前妻移居国外生活 而现任妻子陈淤 小名叫隋帖 许孝顺对这位妻子疼爱有加 在公开场合总是紧紧牵着她的手 毫不掩饰自己的幸福 甚至在领奖台上 她都会大方地与妻子深情拥吻 在家中也常常为妻子准备各种小惊喜 真是羡煞旁人 他们的婚姻已经走过了十个年头 夫妻感情依然如初 夫妇俩共育有两子一女 可谓是儿女双全 幸福美满 小女儿长得像洋娃娃一样可爱 脸型遗传自母亲 而儿子则是一举一动都充满了许孝顺的影子 尽管他们已经离开了娱乐圈 但一家四口的生活却过得温馨甜蜜 就在今年9月份 他们一家人在高级餐厅用餐时被拍到 夫妻俩边吃边聊 气氛相当融洽 许孝顺还不时开些有趣的玩笑 让整个家庭氛围更加轻松愉快 吃完饭后 她还贴心地将纸巾递给妻子 真是个细心体贴的丈夫 有一次许孝顺在节目中透露 由于自己熟虎 而妻子也是老虎 因此她的妻子希望能在虎年生下一个虎宝宝 许孝还顺笑着表示 每当夜晚看到妻子那迷人的微笑 她都会感到有些紧张 害怕两人之间会发生些什么 但是两个人后来并没有再要孩子 是因为她的妻子患有心脏半膜疾病 再加上已经过了30岁 想要怀孕的话已经算是高龄产妇 身体承受的风险实在太大 为了妻子的健康考虑 许孝顺决定不再生育 对此 她的妻子也非常理解和支持 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已经非常美好 此前当许孝顺荣获金中奖主持人奖项之时 她满怀欣喜地写同交妻走上舞台 共同领取这个来之不易的荣誉 在发表感言之际 许孝顺真挚地道出妻子乃是自己的幸运女神 话语之间充满了深情厚意 两人还毫不避讳地在领奖台上大方亲吻 尽情展示他们的恩爱甜蜜 在婚后的许孝顺 常常在公众场合毫不吝啬地赞美自己的妻子 甚至还会与广大网友分享他们夫妻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让人羡慕不已 许孝顺深深汲取了前一段婚姻失败的教训 在迎娶小铁之后 她全力以赴地扮演着模范丈夫的角色 她不仅时常为妻子选购心仪的礼物 鲜花 还会主动安排时间 陪伴妻子共享二人世界的温馨时光 从曝光的一系列照片来看 两人在外貌上确实存在较大差异 与其说是夫妻 倒不如说更像一对妇女 这也使得许孝顺时常遭到外界的调侃 被戏称为老牛吃嫩草 如同张继中与杜心灵一样 老夫少妻的组合并非人人 都能理解 许多人认为女方选择年长的丈夫 往往是出于金钱方面的考虑 然而 许孝顺与小铁之间同样面临这样的质疑声 尽管如此 两人结婚至今已有多年 许孝顺在投资方面屡次失利 但小铁始终坚定地站在她身旁 无怨无悔地支持她 算起来 许孝顺已经在娱乐圈 驰骋了近20个春秋了 早在当年就因为与恩师鹏恰恰联手打造的 连环炮 火遍全台 人气暴涨 颇具趣味性的是 师徒二人都属丑自辈出身 许孝顺还透露说她家共有兄弟五人 其他兄弟姐妹都是标准的瓜子脸 唯独她那张四四方方的脸看起来颇为独特 然而就是这样一张方脸 却成为了台湾观众心中最喜爱的综艺明星之一 在我们的采访过程中 许孝顺总是以一种极富感染力的表演式回答方式 让在场的记者们笑声不断 这些年来 许孝顺曾经历过大红大子的辉煌时刻 也曾陷入低谷 当她28岁那年凭借连环炮节目一举成名后 十年后的38岁 她再次与彭恰恰搭档主持 铁诗玉玲珑 再度创造了收视率的新高 然而成功背后的代价也是巨大的 43岁那年 她遭遇了事业滑坡 母亲因癌症离世以及婚姻破裂等多重打击 大红大子的日子里 我甚至连睡觉的时间都没有 哪里还有时间陪伴家人呢 那个时候卸了妆 我甚至有些恍惚 不知道自己究竟是谁了 如今的她对于这一切看得更加豁达 花500日红 演艺圈的人生就如同茫茫大海 当你站在浪尖上时 就要明白接下来将迎来浪底 后来的许孝顺在台湾拥有一档被受欢迎的八卦爆料节目 无敌铁金刚 她在节目中幽默风趣的反串饰演 惊喜喜夫人 正如她为记者们展示的那段西异的表情 许孝顺总能瞬间变换出各种不同的面貌 此外 她还在内的主持着多个节目 她坦言 在内地主持就像是重新开始 需要慢慢探索出一种既符合内的电视圈特色 又能赢得观众喜爱的主持风格 虽然现在许孝顺已经做起了殡葬行业 但是她在做搞笑主持人的时候 也很非常有能力的 曾经她和小S的欢喜冤家之情 也是让很多人记忆犹新 比如十年前她就曾经帮小S撤字预言孤老终身 引发热议 小S暴怒 许孝顺霸气回应 故事才刚刚开始 许孝顺除了以其独特的搞笑主持风格深入人心 还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许半仙 她擅长为他人撤字 而在十年前 她曾为未婚的小S撤过字 竟然预言她将会孤老终身 这可把小S吓得不轻 然而 如今小S已结婚多年 并遇有三个可爱的女儿 这无疑是对许孝顺的预测狠狠地打了脸 小S甚至调侃许孝顺 胡说八道 然而 许孝顺却语出惊人 表示 故事还没有结束 别这么自信 这让小S愤怒不已 有一次 许孝顺为了在金钟奖上调侃小S的服装向泰国宫庙 特意上了小S的节目 小姐不惜地 送礼道歉 然而 小S对此并不在意 反而提起了十年前的那件事 小S透露 十年前 他们在 康熙来了 节目中邀请许孝顺测字 他给我测的结果是 你会孤老一生 当时小S还未结婚 许孝顺的话让他大吃一惊 然而 如今的小S不仅结婚了 还有三个女儿 这无疑是对许孝顺的预测的有利回击 面对小S的质疑 许孝顺在节目中解释到 人会因为你的改变而发生变化 他一度陷入沉思 小S开玩笑地打断他 你继续编啊 然而 许孝顺却语出惊人 故事还没结束 别这么自信 此言一出 小S顿时火冒三丈 冲着许孝顺喊道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太过分了吧 你是想说我的三个女儿会怎样吗 还有我的丈夫呢 他甚至威胁说 你当时只是在做效果对吧 许孝顺赶紧安慰他 是的 只是在做效果 两人的互动都乐了所有嘉宾 尽管小S认为许孝顺只是在做效果 但在节目的最后 他还是忍不住写下了一个N字 请求许孝顺再次为他测字 看看他和丈夫的婚姻将来会如何发展 许孝顺大方地解读到 N字上面的N意味着 你在家中的地位最高 然后他建议小S 但是我劝你 你应该退居次位 这样才能给你的丈夫更多的面子 小S听后似乎有些惊讶 直呼 我已经给了他足够多的面子了 许孝顺表示 人都是有感情的 我们应该给予彼此充分的关爱 你必须明白 让那个被关心的人感受到温暖和存在感 他也会舍不得离开你 听到这里 小S不禁感叹 真的是这样 然后他在镜头前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丈夫许孝顺的爱意 老公真棒 许孝顺最棒 我爱你 再次引发现场嘉宾们的笑声 如今的许孝顺算是已经退出娱乐圈了 有钱有财还有交期陪伴在身边 此后幸福的日子也会如约而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